iPhone 6的首播开卖日是在下个星期五的9月19号要赶着出货了 现在在大陆有人拍到高达93吨重的iPhone新手机 就要从河南出货送往美国 而初步估计大约是有60万台的手机 这庞大的运送量也是创下了南方航空的单日送货的最高纪录 供应链现在当然也是忙翻天了 台达店荣誉董事长郑重华他就说 得要从不同部门来加派人力才能够符合客户的需求 一张张两椅排在纽约苹果专卖店外头 镜头转到东京营作排队人潮同样不断 为了让美国日本等iPhone 6第一波开卖国家 9月19号可以顺利让消费者拿到手机 生产大本营中国可是忙翻了 记得从南航河南分公司确认 重达93吨的iPhone 6手机已经分两批运往美国芝加哥 一箱箱的货物五花大榜堆起来比人还要高 坐上升降梯送入货舱里面全是iPhone 6 9月6号和9月9号分两批从中国的郑州厂坐飞机到芝加哥 93吨的重量以一台手机平均150公克来算相当于60万台价值100多亿台币 创造了中国南航当日货运的销售记录运输收入突破200万元 创了历史新高 而科技网站报道苹果几乎完全抢占了中国的对外货运 它一增加就增加很多我们就要去我们连设备我们连设计所有的都是买不到这种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第四季如果6500万只的话我们有办法供应那个量 就是很辛苦就是了可以了 第三季业绩可能创下历史新高的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看好第四季 在苹果等大客户的拉货之下业绩还会持续成长 而这股iPhone6刮起的旋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吹下去 供应链能不能全力出货仍是关键 志济介绍 喜态报道 那就在苹果的发表会结束不到一天之内 对手三星已经是毫不客气 一口气拍了六支影片来嘲笑苹果 而三星还说Apple Watch一点都不聪明 不过现在也传出了其实第一代的Apple Watch都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第二代就已经有一些消息传出 传出将会增加更多的传感器健康功能 甚至会直接改成圆形 身穿苹果专卖店Genius Bar的招牌蓝色制服 两位演员反穿苹果迷 但是三位十足 这个监督非常有趣 你把手机放在你的背包里面 不需要一个精神来看 我的监督可以做事 哦呀 像什么 我把这个监督拿回来 嘿 嘲笑苹果Apple Watch一点都不聪明 苹果周二的发表会后不到24小时 三星就公布了六支No4的广告 嘲讽对手不手软 不过苹果的智慧手表Apple Watch 就算是苹果迷也有人嫌它方形不好看 要帮它换造型 圆形表面搭配圆形的APP 看起来相当协调 一位韩国的粉丝 打造了圆形表框的Apple Watch概念图 让网友直呼惊艳 科技网站针对方形和圆形的喜好度来做投票 选择圆形的网友占了53% 比方形的47%略胜一筹 Apple Watch的第二代甚至有消息传出 将会增加更多的传感器 以及更多的健康功能 眼看着苹果 三星 索尼 几乎所有的品牌大厂 都推出了智慧手表 现在宏达店传出 其实也没有放弃智慧手表 而且已经克服了 消费者最在意的电池续航力 LCD的反光问题 会在2015年初推出自家的智慧手表 甚至传出董事长王雪红 拒绝了亚马逊的收购计划 可见宏达店想靠自己的力量 重新站起来 记者让这种东西特报道 相机的画素到底重不重要 尽管主镜头的画素比较高 但大部分人自拍的时候 还是会使用画素低的前镜头 看着萤幕能够掌握表情和位置 几乎没有人为了画素 用主镜头来自拍 而上传到脸书等网络相簿 画素大的相片时间久 也有人不喜欢等候 而且手机荧幕上拿着800万画素 和1600万画素所拍出来的成果一笔 几乎看不出差别 大画素实用不实用引发讨论 你画素比较高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不管是拍了之后再拉 或者是在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大 可能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 苹果这回照相机的画素居然没有追高 维持800万画素让外界吃惊 外界认为这让大力光在高阶产品的优势 无法全力发挥 看摔大力光 导致大力光12号盘中被打到跌停板锁住 直到尾盘才打开 跌幅6.25% 收在2250元 不过大力光执行长林恩评层表示 光学镜头规格除了画素之外 光圈 变焦以及防手震等功能 也都可带动产业持续成长 大力光12号更说 苹果的新款手机镜头比旧款更提升 9月的合并营收 渴望再创单月历史新高 其实耗费处理器效能的程度会比较少 对于整个手机的效能提升 其实比较有帮助 因为它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去处理 iPhone 6这回前镜头的光圈值 扩大到F2.2 加入全新的感光元件 光学防手震功能 摄影达人认为对于拍照的品质 还是能够提升 不过画素就是比对手差一截 还得看消费者借不借意 只讲这种喜态报道 感谢观看